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使用Photoshop 3D 也可以很方便的做出模型 所以你只要会绘制平面的图形 那么我们就可以让它很轻松的长出厚度 当然也可以用在文字上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画面中这个狗脚印 就是在Photoshop 3D中完成的 那Photoshop 3D我都称它叫做 大家最熟悉的陌生人 因为多数会使用Photoshop的人 很多都不会用3D的功能 那我们现在就进到Photoshop里面 先开一个新的档案 把路径先建立好 首先我们开一个空白的档案 那在这边的话呢 我就用自定形状工具 找到这个狗脚印 OK那我们就建好想要的大小 好了之后呢 直接从3D选单里面 选按新增来自选取路径的3D模型 它就可以将我们现在这个路径的转化为3D模型 那如果你有遇到这样的讯息 直接按继续就可以 好进入之后呢 我们的模型已经建立好了 你可以在这边 地球这边把它旋转一下 就可以看到 那预设这个厚度会比较厚 也就是突出 所以我们可以点按右上角的这个内容 把它的突出深度 变少一点 OK 那如果 这边的话呢 你要记得 还要多做一件事情 就把它的那个 透明度 就是我们材质的透明度 不透明度把它设为0 那这样进到3D里面就可以 直接产生打动的效果 那万一你忘了在这边做设定 也没有关系 待会呢 我们进入3D以后 也是可以做 所以我这边我就先暂时不做 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看 怎么在里面设定 那现在已经做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到3D选单里面 把它转存成3D图层 因为Photoshop除了可以转存出去 也可以把标准的3D模型 汇到里面来 所以其实 在这个部分 它也算是 还算是属于开放的 那么 汇出的时候呢 请你选择就是OBJ这样的格式 那文理格式 你可以选择PNG 也可以用它原始的格式 都OK 汇出完成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回到4D用3D 用标准的方式 插入家具 把模型叫进来 选择我们刚汇出的OBJ汇入 这样脚印就进来了 那确认一下 这个仕途是OK的 那么在这边 我们把它的这个 设定一下 高度不用那么高 那重点是在这里 门跟窗 可贯穿 这个要勾起来 这样我们碰到墙壁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跟一般的门窗 一样会产生打动效果 那么汇入之后呢 您可以看到 当我把它移到这个上面来 它就会有打动的效果 那么高度的部分 一样 您可以透过所谓的悬空高度 把它稍微调整一下 如果不好调整 你可以把它放大一点 这样就比较容易看到 OK 那你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刚在Photoshop里面 并没有把材质的部分 把它设为0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边 并没有真正完成打动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连按两下 或按右键 有一个自定义家具 找到材质的部分 将这五个里面的材质呢 都设为不可见 那这个做法呢 意思就跟Photoshop里面 把材质设为不透明 0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如果那边没有设定 来这边做也可以 那这样就可以有 真正打动的效果了 那所以呢 其实如果您再搭配 适合的这个灯光 那就可以产生 像我们这个翻例里面 一样的效果 那就可以产生